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台北的代表蔡定宜 左边在外是我们新主的代表刘彦成 那 那 首先呢 我们第一次设计是去年11月投入选举 那虽然说我们这一次的成果没有不经理一下 但是说对于一个一个我们在各个资源中匮乏的状况下的一个成立的组织来讲 说实在的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印象 那 透过这次的选举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动一个理念是说 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这个理念 那确实也收到一些 年轻 广泛年轻朋友的一些支持 那对于这次选完之后呢 很多前辈 朋友还有支持者说 希望我们继续继续的走下去 那 对于这个这一方面来讲说 呃 其实我们一定会继续走下去 一方面是回应他们的期待 一方面是说我们在基金车移成立的当时 就已经知道说 呃 如果要创立一个政治民主化 与国家正常化的一个社 国家与社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 必须走在这条道路上 那 关于政治 呃 民主化 与国家正 呃 正常化的这一块部分呢 我们请我们的台北 提进的 呃 绝续 谢谢 呃 各位好 那 金车移呢 要推动台湾政治的民主化 跟国家正常化 我们认识到 国民党 必须要裂解 而且 国民党它内建的一个 中华民国体制呢 也要一并的裂解台湾 才会有希望 那 国民党是一个 威权政党的残疑 它往往是站在民主的对立面 所以说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绝对不是仅仅两党政治这么简单而已 它有基本的门槛 一个威权的不及格的政党 是没有资格加入政党人体的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说国民党是不及格的 这不是我们说的算 呃 第一 国民党它有许多不当的党产 造成 我们整个社会 政治的不公平 从参政上面来说 呃 面对国民党拥有的这样庞大的资产 呃 几乎 很难是 他的对手 那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 呃 缺乏资源的一个政团来说 我们其实是 在 之前的选战当中是相当辛苦 那 面对这样子的极端不公平 呃 党产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逐向的去跟 呃 跟他追讨 而且国民党它举党政党 政党法 高达275次 所以其实这个政党它完全没有一个想要民主化的现象 呃 第二国民党叫做中国国民党 而不是台湾国民党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外来政权 许多是对外的谈判 它维护的到底是中国的利益 还是台湾的利益 它拼的是中国的经济 还是台湾的经济 都在在让台湾人民 感觉到一个没有信心的感觉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这个政党它本身 就是不企格的 所以基金车银呢 作为第三势力 有很清楚的历史任务 就是要让台湾人知道 未来的政党轮替 是民进党与第三势力的一个轮替 而不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轮替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要面对的政治认识 跟历史任务 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 呃说明 大家可以了解 所谓的第三势力 我们未来面对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基金车银这股年轻的力量 接下来 短期工作有一下两点 第一 基金车银将正式登记成立为政团 那今天也是我们政团成立前的组织会议 那在今后的基层地方 甚至是中央层级的选举 我们都不会缺席 我们会透过这些实际的政治参与 一步步累积打造我们的政治实力 往政党化的这个目标迈向 第二 我们将推动党产绑公投 党产公投绑2016大选 讨回那些原来属于台湾人民的不当党产 我们希望与公民团体 还有其他第三势力组织合作 一起来推动政党竞争的公平化 让选举不需要再为了与国民党竞争去到处找钱 而选后就为这些金钱来服务 那我们的未来的政治应该是为理念 还有为更好的台湾的将来而服务 而不是为金钱而服务 那更进一步 我们希望透过党产的追讨 列解这个威权残余 无法代表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党 好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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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